每只河豚含有的神经毒素 河豚毒素 都足以毒死三十个人 这种毒素比披霜还要毒上一百倍 光是被一根刺刺到都可能没命 有上百名日本人因为吃河豚而死 然而这依然是众人趋之若鹜的佳肴 谢谢 好吃 很好吃 河豚很好吃 连捕捉这种致命的河豚都很危险 山川植员捕捞这种毒鱼已经有二十年了 河豚现在越来越稀有 它们栖息在海底的礁石间 所以从船边撒下鱼网并不管用 植员用的是一连串的超长钓鱼线 上面串着飞鱼当鱼饵 把河豚引诱出来 撒下钓鱼线后 渔夫现在要面对漫长的等待 过了两小时后 植员检查钓鱼线 植员经常空手而挥 这就是河豚那么贵的原因 可是今天它走运了 它设法捕到六条河豚 看起来好像不多 可是这种鱼每条能卖到两百英镑以上 植员的工作室处理地球上数一数二危险的生物 河豚这种鱼有毒的地方是内脏不是表皮 你只要小心一点别碰到眼睛 因为那里有毒 河豚不只会要人命 也会互相残杀 可是一定要阻止他们 因为厉害的河豚大厨总是坚持 要趁鱼还活着时加以处理 我们必须切掉它的牙 不然等我们把河豚都放进水槽时 它们会彼此互咬 为了阻止河豚互相残杀 渔夫变身成牙医 植员熟练地剪掉牙齿 将今天的渔货安全地放进货仓后 渔夫要回家了 回到港口 现在要看河豚能赚进多少钱 植员带着他的渔货 来到下关市的唐户市场 这里有全日本最盛大的河豚拍卖会 清晨五点 铃声响起 拍卖开始 半小时内 已经卖出价值几万美元的河豚 接着火速开始送货 把挣扎喘气的河豚放回水里 送往日本知名的河豚餐厅 在河豚餐厅的后面 游动的河豚等着下个顾客上门 处理这种鱼非常危险 需要有特别的政府执照才能做 这是我处理河豚的执照 我必须每天练习 持续整整五年 才能拿到这张许可证 好的 请 河豚现在还活着 北川稻熊大厨 想让鱼尽量活久一点 可是处理挣扎的河豚 非常危险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 是把鱼敲昏 然后稻熊切开鱼鳍 鼻子和嘴巴 接着他开始为河豚去皮 和清空内脏 三十五年来 我天天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知道怎么 安全去除鱼的毒素 神奇的是鱼还活着 主厨谨慎地切除河豚的眼睛 眼睛非常毒 我们必须小心地拿掉眼睛 安全地丢弃它们 如果稻熊现在割伤自己 他几乎是必死无疑 他几秒钟内就会开始呼吸困难 然后心脏静联 再过不久就会死掉 河豚却不见得如此 他还有一点生命迹象 这些都是他的内脏 它们的毒性都很强 内脏占了河豚四分之一的重量 这些都很毒 主厨得花一个小时以上 才能处理完一条鱼 我们必须把所有血都清洗掉 因为血也含有毒素 鱼肉至少要用水清洗三十分钟 这大概要花六十公升的水 下一个问题是废弃物 日本发生过几次游民死亡案件 就是因为他们从餐厅垃圾桶 捡到河豚的废弃物 解决方法就是这个 这些全是有毒的部位 得装在特殊的桶子里 然后我们要锁起来 才不会被打开 致命的剩余部位 被安全地锁起来存放 等清洁工带走拿去焚烧 现在稻熊开始把河豚切成 像纸一样的薄片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 而且让人怕到不敢吃的生鱼片 好 完成了 河豚生鱼片端上桌 假如大厨在生鱼片上 留下千分之一功克的毒素 他的顾客就会没命 这是日本天皇唯一被禁止食用的食物 这对国家元首太危险了 可是山口红质却准备冒这个风险 真好吃 看来他逃过一劫 至少这次没事 这次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